字幕提供 今天是《財意空性》 先來幫朋友宣傳一下 宣傳一下Ruby 黃麗國公司 《日興元宇宙309日》 今天我收到短訊說 有些新的主題 《日興元宇宙309日》 有49隻成份股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Sony 網易、騰訊 也有微軟 如果你說我們打開機 你一定熟悉的 譬如《飲天堂》 NVIDIA 都在ETF那裡 如果你現在購買科技股的概念 是低一點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309日》 《日興元宇宙》 可以看看 這一段我會回到Ruby 下個星期 黃麗國都會上來 詳細說一下 《309日》 《日興元宇宙》 這支ETF 今天總中之重 說一支 2246 我自己都有少少斬莫的根炒 就是快狗打車 今天就納入深港通 稍後再詳細說一下 深港通裡面有什麼股份 都有得爆上去 爆得最厲害就是快狗打車 異動股 高位升45% 但要留意一下 除了深港通可以給大陸人買之外 其實它也是虧錢虧得挺誇張的 而且它都要補貼大陸的司機 原來都虧了10億 不是開玩笑 10億 10億不是小銀馬 完全回不到招股價 雖然今天高位升45% 但其實現在都是升到33%左右 如果你說走不及 走避不及 難搞 那可能就幫不了你了 不過我覺得7元樓上都可以買 不過有機會按下去7元邊 因為我都有看開 其實前陣子也有玩了幾玩 不過你也知道上面的蟹貨心不可測 雖然現在說可以給一些內地的朋友 可以買到2、4、6元 其實有20隻 這些深港通的股份 可以逐隻逐隻跟大家說一下 我自己喜歡的就是 喜歡一隻119 創夢 進去深港通 你看到5月開始起步 其實橫行區間的長方形 都很明顯做了出來 總之下去4.7元 5.7元他做不到的 大概5.3元這些位置 大家又可以吃下戶 即這一類手遊股 我覺得是穩陣的 而且對上兩次批版號 其實這隻創夢都很帥 那麼手遊就看2400 以及119 我覺得要推內需 其實這兩隻都有些機會 還有現在如果給我買 大概4.9元才買一隻119 創夢天地 也有整個星期沒有和大家做節目 很多朋友都分享我的炒股心得 很多人都說3.9.8買不買 我覺得林近去徐靖才好買進去 因為牌色派很高 一定有一班人湧入去收息 現在不是部署的時間 如果有些朋友經常都會問我 3.9元東方表刊怎麼操作 我告訴你怎麼操作 就是臨徐靖 之前兩三天 你就大手推進去 跟資金炒 很明顯 你看回流入資金 今天都暫時有六十幾萬 流出了二十幾萬 你會看到 其實錢是在托上去 慢慢收集一下 剛才說深港通的股份 我自己較為看好 是一隻1.9和一隻1675 是阿信科技 跌到這個位置 很大機會原地抽升 原地抽升 補回這一棍下跌的裂口 有機會上回12元 我覺得可以試試博 既然立入深港通 變成成交金額 一定會比以往是 多一些 和比較好看一些 還有哪一隻可以看看 有哪些是贏家時尚 3709 這隻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範圍是很大的 每一天上落 你會看一些 而且最後這幾棍 其實大家都聞到沒有 是會部署升上去的 就是3709 大家可以看看 在深港通中尋找一些 筍物品 不知ChairK有沒有筍物品可以跟我們分享 在港股方面 今天有沒有炒一隻 快狗大車 沒有 今天做給阿迪 升那麼多 246 立入了深港通 大陸的朋友可以買 剛才 ChairK遲時 就說了深港通的股份 我自己 喜歡一隻 一一一九 亞信一六七五 還有剛才提到哪些 贏家時尚 3709 和ChairK也分享 這隻不要問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套表很誇張 可以互相 因為有時大陸人炒這些股票 說真的,我和你做了兩年,都沒有講過3709 叫贏家時尚 無端端贏家,你又是贏家,我是輸家 時尚,我也沒有時尚 但為何突然這些爆冷又可以立入深港通 很明顯大陸有些民眾其實很喜歡 其實深港通就辟了一些大陸人很喜歡玩的股份 或者在大陸有名氣的一些東西 而我和你,作為香港,根本不知大陸發生什麼事 是很封閉的 所以我覺得3709可能有些機會爬上去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 剛才櫃仔機說做一隻1211給阿滴 做上還是做下,交給櫃仔機講一下 我是做上的 其實現在都只有五百多億成交 其實八月後都沒有什麼操作 很少的 因為覺得難度突然間高了很多 覺得預感都不會太容易 因為如果說高一點 就是美股,接下來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數據 很少 只有兩個,一個就是通脹 飛龍過約,等通脹,然後就有FOMC 其實中間也有些經濟數據會公佈 其實重要性是否超高呢 也不是 但現在看數據 如果看數據要留意的就是 留意數據太好 現在市場是不想數據太好 因為如果經濟數據很漂亮的話 又加息 即是0.75,或是1厘以上 所以其實是,因為巴威爾也說了 在Jackson Ho的時候,都說 給他可以有些衰退 通常都要下跌 現在就是 美股那邊有這樣的故事 港股也沒有什麼題材 你見到A股也不太動作 你港股也很難找到事情做 可能是你炒的 是啊 這隻快狗打車今天很誇張 不過輸了10億,還有沒有機會升上去呢 我真的覺得駭貨重重 今度也算是你炒的 我想是 密切留意 這些一穿左右就可能會沽 還有,做車 為什麼會看車呢 其實車是沒有什麼基礎的事情 純粹是 技術上要反彈 做比亞迪和理想 比亞迪今天走勢比較好 是,純粹是兩個空間 就是有些恐慌 短線薄彈,中線也不太好 巴菲特也有陣子 但是現在這一刻 做好還是做淡 一定做好 一定薄好 因為很倉的,指線很近 所以就薄隻比亞迪 車股 今天也有些暫窩 如果那兩個% 加少了槓桿 如果做衍生工具都可以上去 買了不太多 我昨天有些偷布 今天就在街一駐 但整體都不太多 其實K你也不錯 在IG你會把自己的倉 我猜是其中一個倉 拿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好像股評人會這樣做 我也挺欣賞你 通常有些股評人 永遠都會贏 沒有輸過 升也會贏 跌也會贏 但是我覺得 你肯開自己的倉 出來看 都很大勇氣 最初也有壓力 雖然他倉不太大 20萬 只是教學 上個月做得好 我覺得 很大 2萬元 上個月是用心的 而且做得很斯文 因為你給別人看 你很難搜到投機 所以很多東西都會解釋 投機才有型 說笑而已 這些是有解釋的投機 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憑感覺做的 有些感覺都不是亂來的 我以前是積落的 但是你講不到 你怎麼講 例如你跟2、2、4、6 今早 一棍勾上去的時候 開個時分圖 一棍勾上去的時候 不行啊 上去 這些位置 不輸了 七個多 然後又浸上去 這些感覺 怎樣寫 怎樣一棍勾上去 即是sir sir 怎麼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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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英文字 廣告操作 沒有特別 看看美股 看看美股 一會兒 回答半時間後 再跟jjk說多一點美股 剛剛坐下來 我想問一下 1211 繼續好倉 持倉 不會今天吃的 另外 我想問 一隻9868 一隻小鵬 創新低 63.45 現在好一點 64元 都是醜 為什麼不選一隻小鵬去買呢 這個呢 我都很想問 其實過往 大家為小利 會比較傾向喜歡理想 和小鵬多些 但是你會看到 未來的股價 因為之前已經跌定了 反而這一波 未來又沒什麼怎麼動 小鵬創歷史低 63.45 你覺得 行不行 當然不行 我沒有做有原因 因為小鵬真的廢 他不是假裝的 就是瘋狂地穿底 那小鵬為什麼不做呢 因為我 這隻是沒有指示位做的 他是創新低 新低都創了 我不知怎樣指示 定不到 你理想定到 你理想那些 例如理想現在都很差 但他已經回到六月的起步店 當然沒有升 其實多數這些起步點 技術上都是一些 關鍵位 即是反轉的位 如果再穿 再穿就止蝕 或者再想沽不沽 那個止蝕會不會是100元 如果給你定的話 即是2015 就是100元 就是大位 其實他前面就是落大位 即是100元 或者起步點 多數是一些 多數是一些 力的位置 那些位置就容易反轉 即是到那些位置就容易做 你給阿迪也是 你給阿迪 其實最好就是 200元邊 我覺得他會穿200元去到1990多 但不到就不到 所以就是偷步 那些位置是最好的 大位 我覺得 其實他會嘗試 買賣的公司 因為其實 比阿迪 有一點 比股神線了 說真的 他那時候去到300多元 大家都猜他會配股 你想一下 現在連米蘭站的配股 大家都不夠水 玉輝 884那些內房 明明有水汁都配股 所有東西都是想加水 你都知道 作為公司 你看到的特報都是這樣的 高位都配股 但是 他來不及配股之前 股神已經在花旗那裡轉股 在花旗那裡轉股 你其實 好老實說 其實 以市佔率來說 你覺得 一二一還能不能走 這個股價 我也想過 其實 巴菲特把這些東西放在CQS的時候 有很多文章分析 都說 不明白 或者 比阿迪 中天 業績最厲害 現在市場又炒新能源汽車 但是 我覺得巴菲特看到的東西 一定是 我們看不到的 我嘗試猜 我嘗試猜 因為 現在我覺得是 新能源汽車整體 一個高峰 整個行業 每個人都說 新能源汽車 又說是小賣 又說是小賣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以前 做Hedge Fund的時候 是蓋上車的 他說一個項目 挺好的 他說其實 新能源汽車是一個新概念 做了兩年的時候 其實滲透率 由零 爆到二十幾 三百分之 這段是很肥美的 一定是很少 公司會做 你見到最先是Biattic Tesla 後來才沒有起 現在看數據 內地市佔率 就去到 兩成幾三成 三成去到四成五成 會去到的 但是 不是短時間 不會是一兩年 還有 就算 由三成到五成 有很多對手 不是借得Biattic 可能 遲些會有新的公司 你以為也有Vivian 還有Casla 現在175又跟你搶 市佔 有什麼 曹操 什麼車 也多 20%的增長 可能是 再多10公司 去瓜分 我覺得 股神是否看到這件事 所以他選擇是高峰減遲 我猜是否是這件事 我也不肯定 但是 你見過業績這麼漂亮 他也有了決定 肯定他會看到更遠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新能源汽車的高峰接近 是 會不會再大轉 也有 但是不會是 不會是短期 會不會是坐大浪的板塊 未必是 今天港股很悶 只有五百多億成交 昨天也說有七百多八百億 同時斷 恆指跌近五十點 官網居多 慘的 一百七十幾點 寧願一下又殺鬼 斬了牛證 重新再來過 現在呆呆呆呆 大家大事沒有什麼方向 不過 有些個股今天也挺聰明的 有些觀眾朋友也有說 電股是否開始起頭 反而看一隻1171 昨天 你這些股份又很厲害 厲害到瘋 你昨天追今日也有得贏 昨天追 昨天高位追 我當你昨天高位追 今天也有得贏 我在猜中 你在猜中 但是 究竟升的動力何在呢 這個真的是港股 燒煤 港股今年最漂亮的圖表 動力是燒煤 一七天 每個人叫我買 都沒有賣過一次 即是沒有看好過一次 你有沒有看好過一次呢 我想問一七天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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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沒有參與 所以想沽去 沽去 仇恨 仇恨 怎樣呢 你覺得 現在升的動力是什麼 我真是理解不到 R10次頭都不明白 動力啊 真的燒煤了 不是 你硬說 俄羅斯停止北溪1號的天然氣 即是很硬 其實說真的 什麼時候停 什麼時候開 例如有的 OPEC什麼時候加 什麼時候減 而且他每天公佈出來 都不同的操作方法 是不是 那我覺得 其實前陣子很熱啊 大陸 大陸 四十幾度 最高 那麼熱的時候 不知道 我懶得說 總之 哈哈哈哈 喂 我那些都很厲害 大陸 你北溪1號 都真是新聞紙買 大陸 總之沽不到 總之就 我有沽 沽是純粹太厲害 純粹是反轉的 這幾天有很多新聞 這兩天有很多看好的新聞 是的 但是我的淡瘡已經到十月 是的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 我不是很 我也能捱得 是 未去到說 受不了要斬 所以 我也是傾向做故 我只覺得 即是你說的那件事 天然氣那件事 是的 我覺得不是很長的 因為其實 我覺得炒煤不是真的俄羅斯那件事 純粹是內地水球很高 很高 哈哈哈哈 很高 是的 你看一些風電 因為前面炒新能源 炒風電 新能源 對 這樣 我看一下 找一些賣去跌的東西出來 有什麼 不知道 都是一些賣去升的東西 那些很少 這些算是冷門的 選擇都不活躍 好 回答觀眾 你回答 觀眾叫Double May 對你 雖然叫 Hello May Hello Trader Key 電股 是不是可以再起頭 916 龍源電力 和836 潤電 哪個好些呢 潤電今天還沒跌 跌0.2% 916 風電股 升2.1% 我給你一隻2380 加上這隻 加上中國電力 浮浮沉沉 它不動而已 我覺得行得好些 還有一隻902 華能國際電力 升2.6% 哪隻較為看好些呢 當然是2380 和902 為什麼呢 厲害些 你那隻 916 916不行 916之前問過 我記得 最低位 是 那次問到 八月 我記得是八月 我記得是八月 八月尾 我記得是八月尾 這隻太多阻力 836 836 正在走線路 836也不好 沒有兩隻 沒有兩隻那麼好 沒有2380 和902那麼好 我會選那兩隻 厲害些 少些蟹科 有些觀眾就問 七五五二 如果現在 譬如做一些科技股 做淡 這樣 有沒有水位 我覺得 跌了很多 尤其是騰訊 312 仰衰 但仰衰得來 你310 又有些人追回 我覺得九九八八那些都是 譬如八十七元這些位置 他又有些買盤 即他現在其實 去了那個 那個 訓練範圍的底 你現在一下 即連那些 師奶都懂得炒 八十七元買阿里巴巴 上回九十五元便走投 即真的 即你坐車的 師奶自己都在這裏講 我近來都聽到 即說 喂阿里巴巴反而容易操 這樣都說得出 好啦 那 那 Chair K交給你講一下 科技股我不會做淡 不會做淡 我覺得 都是做好 是 不敢做淡 因為 十月會開會的 嗯 內地有個會開的 二十大 對 所以 其實港股這邊 沒有淡創 只有煤股 其他都是傾向做好的 你剛才問到阿里巴巴 以法也大 也建得都買 dealt 所謂 覺得是 好難會 에너 alone 都好遲ама 其實你おっ 上一波說 不知要看數目 都降不到 不過 坂日 就是 軟銀 那邊又是軟銀 但是會不會很虐待 下一波 看高高股 不如平常 但這三支 700 9988 和這個1211分別都有一些外資在沽著它 譬如700是南非仔 988是軟銀 巴菲特是沽著1211 其實都好像沒什麼汗頭 內衛夾擊 真的很難 所以大鏡頭的upside很有限 但你說會不會跌很多 我很少淡倉 不會再主力做淡 好 看看有沒有一些世界股 剛才也說了一些深港通的股份 1725可以留意一下 雖然今天有了深港通 但我覺得這些可以看 因為多了北水去玩 玩法不同 跟以前看的1725 所以我覺得可以追求一下 剛才那隻時尚贏家和1725 你叫我今天講的股份很變 我覺得萬九點可以試試玩一下這些 因為你看快狗打車的一棍上 即是早幾天新東方的一棍上 看多一隻 看一隻8226 也有消息說 大比例公股 一公二 股權 理論上就會集中一點 淡市之下看看有沒有布局 可以炒炒它 有機會補充這棍下跌熱口 去回0.37 其實都有些汗頭 大家留意一下 這些小駐落 但我如果玩的1725 今天我就會買的 其實昨天匯控有一些錢 反而把匯控的錢推回1725 這就是小弟的操作 先換一下高達的駕駛艙 先休息一下 Chair K再開出版面 跟大家說美股和回答觀眾派的問題 包括1919 還有看看其他演媒還是怎樣的看法 轉過頭繼續財主公盛 是 我也是問題終結者來的 是 第一次做傻散的由來 是我要 需要過來的 在美國讀完書回來 那時候是2008年 買了一隻什麼呢 買了一隻300 300 300 真的 是 為什麼呢 那時候第一就是 很喜歡看故事 我想大家現在轉了網上平台 那時候都是看那些雜誌 街邊 20元一本 買回來看 是呀 太陽能真是主在未來的世界 我覺得故事銷得很餓 2007年上 彈上去之後 其實都照了一隻 當然啦 作為一個傻散 後來都是錯了的 沒有擺在那裡 擺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好像 我想我現在檢查一些倉 都應該坐在那裡 沒猜過擺在那裡 我想應該是 有幾隻的 例如 301隻 741隻 即是 浴缸 擺完之後 就擺在那裡 都應該輸了 就擺一擺腰了 浴缸好像在做亭影牌 這就是傻散的經驗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莎 歡迎來到佼佼鎮系列 他們硬要逼我 要抽一條問題 然後自己說 看看我抽到什麼 希望他們不要做我 嘩 喂 最喜愛和最討厭的 UP TV節目 唉 我最喜愛的節目 當然就是 今天炒什麼仔 還有被人剪掉的 沙沙 不是股市沙沙滾 不同的嘉賓 去相處和聊天 大家就互相交流一下感情 我也挺想念Alan哥 Rafi Gary Sir 幸好還有 1點鐘王家俊的節目 我搶了回來 無緣無故 要和正男做節目 做了這個 金人炒什麼仔 都開心 因為正男也是一個 比較正氣的人 不像王家俊那些 很邪的那些 最討厭的節目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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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每個節目都很好看 所以 忘記看今天炒什麼仔 是不是可以了 好 繼續回來財源空城 換回駕駛倉位 ChayK交給你講一下美股 我的美股 其實只有SQQQ 可保平安 其他都難搞 還有OXY 其實 其他我都不敢買 尤其是小價股 你開這個版 其實過往有些 剛才你按的股份 我有些都挺喜歡 不過 你現在叫我推下去 我真的覺得 我承受不起風險 尤其是 高城前兩天都出報告 看歐洲故事和美股 那 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知道你 美股都很熟 近平美股有沒有斬莫線 近平美股沒有 什麼美股 昨晚沒有開市 對 昨晚美股沒有開市 對 今天才開 但道指期貨都下跌 道指期貨跌140點 現在不知跌多少 你先看看 現在這一刻 先看看 今天 今早看 都上升 道指期貨升 正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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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股 Honeymoon 完了 8月 再說Honeymoon 對 過了 基本上 9月都是偏淡的 淡的原因 剛才說了 因為 仍然很明朗 就是 鮑威爾一趕 Honeymoon 馬上完結了 反應超大 我想是 要再重估 其實 但其實 有什麼機會呢 如果 作為財務員 其實我覺得 現在跌市 是 才容易掌握到 好的東西 你不跌 你不知道 所以今個月 會掌握到 九月二十多 九月二十多 就是FOMC 其實 大約九月中 你會見到 開始有什麼 沒有穿底 或者有什麼 不太跌倒 逆市上 是 那時候會見到 你暫時 整體來說 你 要不就 淡倉為主 就是 美股淡倉為主 是啊 其他 我覺得 有些潛力的 科技股 其實我真的不敢買 不是說的 阿如呢 老實 我自己 挺喜歡一隻OKTA 其實是 但那位二百多元 跌下來 現在當然你說 抽高一點點 但我覺得 這些是假反彈 老實說 這隻是媽媽 OKTA 我喜歡做什麼 做一些科技認證 做一些戶口 帳戶認證 就是他幫一些企業 你又說你是 當TraderK 是一個品牌 一個 Trading Company 這樣才算 你說你是 就是 是不是 那OKTA 就做了一些認證 他會證明到 原來TraderK 這間公司 已經有十年的歷史 他真的跟Google Alphabet 又合作 跟著又跟亞馬遜 有一點往來的 還是 不知什麼什麼的 戰略夥伴 他就做這一類的事情 以前的營商環境 尤其是科網營商環境 好 他當然有數 但是現在好像彷彿 被拖後腿 更加 你見整個蠟子 都是這樣想 這些公司又難些 去生存 不過 我覺得他反彈的動力 可以有機會 回到100元 說真的 你說回到150元 200元 就天荒夜譚 好像快手一樣 跌下來 不過我又覺得 他的股價 你當他 美金截算 港股 直接這樣對 他有一點點像快手 我覺得 騎回到90多元 100元 就有些機會 這隻就是我唯一有看的 到你再分享多一點點 這隻 30%多好 這隻 很誇張 這些 如果問我 短線操作 這些一定會失敗 因為這些不會刮到的 跌了那麼多 穿了底 有一堆都沒有穿的 其實 美股也照顧看著 是不是很鞭爭 這些 大到你了 哪裏 例如看著LKK 你也有貫徹 之前說 看回Kathy Wood的倉庫 看看怎樣去做 當是index 去操作本 多說一點 其實你看到現在 又 在剩下了 自從說完之後 其實 契媽怎麼看呢 看他不會穿底 如果真的 他一 穿了五月的低位 其實整件事都挺淡的 就是再重複 我想到時候會有很多 都是跟著穿的 是 那你就是找那些 吳川五月 和吳川六月低位的故事 是 一定會有的 但是現在 操作不了 因為你現在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跌完 嗯 我想 那時間要去到 9月20日 FMC 是 最起碼通脹之後 是 那 所以上個月 講了什麼 Roblox 還未玩得志 那些都不行 炒完了 油股你怎麼看呢 或者能源股 現在都是在說歐洲的能源危機 只是看OXY 都不好 OXY 你覺得呢 我覺得都不好 昨天我同時段 和你一位股評人朋友 我都做了一隻OXY 我都覺得不好 不要看 你怎麼看 不要看 Double Top 很棒 用英文雙頂 你多說這些 潮一點 不要用這些 雙頂 三底 講英文 雙頂 這個 你覺得很差 嗯 不好看 不是很強勢 你說 可不可以找到一隻1171 在美股的世界 沒有啊 美股的煤股都不炒 都沒有了 我意思是 你找到那個1171的圖表出來 你找不到的 美股 你很勉強覺得OXY這些算是厲害 有啊 1771 最接近就是SQQQ 看看 最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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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似 都不似 其實美股都有的 但很濫滿 那些 其中一隻 就是這隻 其實美股的版法挺強的 是嗎 就是做BioTech 哦 我真的不懂 BioTech或者是醫療相關 RXDX 這隻是半身股 嗯嗯嗯 但不大隻 但香港那些半身股 全都是垃圾 如果有貨 如果有貨 升完幾層那些 很散水 這隻是其他一隻 這隻厲害 這隻就是 Double Top之後破訂 但這些不多 很少 但整體 但我覺得 如果圖表這樣 都很乾 他一次夾上去 RXDX這隻 所以我不知道他做什麼 就是看一套 Bio Science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猜不到 整體BioTech是厲害的 另外就有留意 就是輝瑞 嗯 這隻靜奴一點 輝瑞就純粹去到之前的支持位 嗯 出揚竹 撥反彈 陰竹無穿 嗯 很近指洩 嗯 這隻位置 45.3 這隻位置 這隻就搏彈的了 是啊 彈就看48、49 這些 好啊 都有些事情做的 不錯啊 輝瑞我覺得 值得搏一搏 我真心覺得 這位置更容易 而且剛才那隻都是筍 我覺得 還有那隻 藥股 都大隻的例內 嗯 其實這些都不是很差 他都比較市場 但最近都有點轉弱 要你好倉 就搏一堆 其實OXY 我也覺得OK 你爸有股神支持 肯定是有些事情跟著 但是 但我覺得報油和紐約旗油 就不會不停升 其實他們都是 不斷地操控價格 特別是本地的油股 一會兒轉版面 說回港股 例如883 今天都在升1-2% 那些什麼 中石化 那些中石油 全部都是一舖一錄 都一般的 做不到那一件事 不過信股神 會好一點 我覺得 始終你看到巴國人的倉 上年只有他贏 對不對 OXY這些 你就不可以追 追頂 之前說過 這些追不到movementum 對 你一破頂追 即會 你下支支才做 支支支 就是65元 或者是 63這位就罵 不會輸死 美股的光復又怎麼看 新能源和光復 好像前排都升一陣 在逆時之中 美股的光復都不太行 美股的光復 美股的光復最厲害 這隻 是啊 我也聽過 這些都很還好 這些都像是1171那些圖 不過暫時高位整固 是呀 但是 贏錢的人都有 不至於剛才我OKTA那些 基本上你找10個人 有9個人都穿了書 真的很嚴重 其實現在光復 其實我覺得主線都是新能源的 是呀 新能源有很多的 有風電 水力發電 有光復 其實 內地的光復一定是最厲害的 嗯 但是已經是有些泡沫了 那麼 八月 終於都開始到 開始回 大回 那麼 你說美國的新能源 其實我覺得 只有Solar 值得看 但是也不是很多可以選擇 除了EMPH之外 比較大 就是SE DG 是 就是這兩隻的了 嗯 那麼 這隻都 差很遠 好會 Solar 所以Solar呢 嗯 就有些冷門少少的 例如First Solar 嗯 這隻我也有看 這隻是半生股來的 是 那你整體都 哎 First Solar就厲害了 嗯 這個也是一個技術來的 就是譬如你在那個 就是 隨便按這個網站 我猜普通觀眾都會按到 你有時候怎樣選擇一些強弱股呢 或者 同版塊有沒有一些可以跟 你見到 就是譬如你想選擇那個版塊 譬如光復 嗯 像這個觀眾朋友這樣說 就是你 進了光復那個版面那裏 你其實按了剛才那個格子圖出來 你一無了然的了 有些什麼跑贏過市 對 或者是離開了軌道 有些大佬人升他不升 人跌他就跟足跌 那你已經可以扔掉它了 就是我就是這樣覺得 富途都有的 都是這個功能的 那這一轉呢 反而是中小型的Solar好些 嗯 因為美國補貼嘛 是啊 美國補貼 補貼本地那些 是 所以本地業務比較多的 那些就 多些受惠 所以呢 其實 Solar 我除了看EMPH 以外 就三隻 兩隻本身鼓來的 一隻就是這隻 嗯 Array 另一隻就是 SHLS 是 但我也不知道 它實質是做到哪一份 就是Solar 而且比較新的 那會不會有蟹貨 這些 這些就比較 值得留意 但這些 例如FIRST Solar 呢 就在Momentum中 看你怎麼做 就是這些 你追的一定是賣很少的 是 你博它爆頂 那 買小一點 嗯 好 那轉一下版面先 因為恆子轉升 看看廣告表現 恆子升了15點 是啊 還有25點 對 觀眾朋友也有問一些個別股份 Mary就問一隻1919怎麼看 另一位朋友就問一隻975 現價可不可以進 先說一隻1919 嘩 創月低 九元九七 很少下到九元九七 嘩 它穿了五月的位置 那些針制 1919 之前是淡倉的 但是沒有了 走光了 那這隻之後也是做淡的 嗯 就是我會繼續做淡 這一隻 這一隻是 第一選 嗯 另一隻就等三一六 是 不過沒有選擇 沒有啊 三一六你都不知道想買它什麼 你說藍醜那麼疏 那這盤怎麼搞錯 那你十幾二十餅一手 大哥 不過 也是的 我覺得 有染藍新貴 你說的1088 中國神話 也是 又進去 我記得剛剛炒股票的時候 它明明是藍醜 然後呢 那時候 那個世界就告訴你 喂 哪有人燒煤的 藥智的嗎 種燒煤 誰不知 唉 其實恆子真的是藥智 一個倫敦 就是 周期股 周期股 其實周期股真的有些 有些藥智 你都說了很多次 就是納入周期股的藥智 在哪裡 我也知道 都不聘請我 聘請了顧問 應該聘請你做擴修 對嗎 對 先回答一隻 Rain就問975 現價可不可以進去 說真的 如果梅股 炒完這些 一定是超級未遂 蒙古 但它還沒炒的 還沒去到誇張的 是嗎 是啊 就是 另一個看著 還有什麼 是不是有一隻奧大利亞 不知道什麼鬼鬼 有啊 奧大利亞 什麼號碼 我忘記了嗎 演媒 演奧大利亞 演野奧大利亞 就是你留意 就是 這些小隻小小小的 是 看會不會出術 有機會 如果連這些 不太關事的那些 都炒 那就是尾聲 是 其實 我覺得不出奇的 我覺得 因為你看這一個市 是炒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因為你看成交小 它就 駁大帽 每隻股票都 剛才我們說 三六六百 是啊 這隻厲害 演媒 歐大利亞 這些就 駁大帽 等這些 喂 這隻還有一聲 是啊 大成交 連三支揚竹 三支揚竹 都大成交 這隻還有一聲 三六六八 馬上購買 所以我覺得 他問這些是合理的 嗯 現在炒一炒這些 我不會買171 我買這些 駁他炒到 駁他? 駁他上40元 4411 試頂 試試 還炒 我真的 不甘心被夾死 我想說 九七五都炒 這些應該是三元 是 我覺得有機 駁大帽 入了 掛了 為何無端說這些股票呢 其實 譬如新東方在線 1797 昨天又半跌 今天又抽升 即是 你看到 你真的不夠它玩 這些股票 即是 你上去今天跌完 今天升完 明天又跌回 然後又再破頂 即是 已經超脫了 你說 直播大不大貨 我自己真心覺得 你覺得 這些股票 即是怎樣 怎樣直播大不大貨 即是他現在不是說 教育大貨 新東方在線 譬如說歷史 接著又會賣賣些什麼 又搞笑 又怎樣怎樣 即是有一個娛樂成分 在當中 不過 你見現在 即是 新東方在線 每天都不斷炒 每天都不斷炒 很誇張 你覺得 這些股票會去到什麼位置呢 我想 四十五六 其實多數的形態都會爆頂 是 但這些 追不追近見智 一貫20% 我們怎樣支持 沒有的 你買少許吧 買少許 一手 這些就 一手贏20% 都很開心 坦白說 即是真的 現在就是 市亂 小成交 你見我們做了這麼久 節目只有八十億成交 是 剛才我記住了 五七幾 現在六三三 六八三十三億成交 現在不止轉燈 轉升回四十七點 又如何 唯有這些 二四六 什麼快狗打車 一七九七 這些便可以玩 否則 真的 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反而你正頭正路 還沒得賣 有些股份 是的 近來就是看這些 有觀眾問 Tray K啤酒股可不可以做淡創 看看一隻291和168 看看 青啤和潤啤 你的看法是怎樣 291和168 是的 你168創越低 即是試過下去 69元左右 看看 看看其他內需股 好像農夫餐廳都跌回來了 差了 內需股 剛才有個 好像說 海底低都跌5% 可不可以做淡創 我覺得可以做淡創 內需 我覺得我不看好內需 是的 有些人就說 二十大會刺激經濟 出台政策 但我覺得不關內需的事 受惠也不是受惠這些 受惠的都是終端消費 不會是啤酒這些 所以問我會做淡創 其實我覺得都會的 不漂亮 就是我亂唸 海底佬也不行 海底佬今天最多跌 然後蒙牛又不行 蒙牛又不行 蒙牛創越低 最厲害的是 龍虎山泉 頂了三個月 是的 這些 一夜都穿了 這些租 不好就行了 我覺得 反而這些制冷技術 189這些東樂 還有沒有看頭呢 下來了 有十幾元 有沒有機會彈上去呢 觀眾朋友問 189怎麼看 189 先拉長一點 這些 差一點 沒有story 好 看看2321 相財 半身股 我記得 頭段 我是有些水汁的 有些人做2321 其實都頗熱的 散戶做 charing ring 跌下來又買上去 今天升了7.7%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我自己對於馬來西亞的食品公司 就看得很淡 說真的 現在你做這些食品 可能我自己 我自己 其實離開了那些 會去買零食 或者超級市場買很多儲糧 那些年紀 其實都差很遠 說真的都是一頓早餐 然後下午有時候都不吃 只吃過晚餐 下午就完全沒有那些 叫做 confin 就是有些令到你自己開心 吃一下朱古力 吃一下薯片 我完全沒有這種飲食習慣 那你說這些 雙材莊 我覺得 潛力真的有限 你是在炒貨運貴變 你怎麼看 SIGAS有些東西 SIGAS有些東西可以看到 是嗎 我覺得有 有料 是不是炒食品 就沒關係 是 純粹 炒貨運貴變 這隻 你看SIGAS有些東西 我不要說 勸雙名 那你就放在 你的紙色放低一點 其實我覺得 今天低位也有些 有些啟示性 0.76這個位 是 但如果我放 可能我會放0.7 0.7到0.73之間 是 這些位置 是 是 他也有個抹價 挺有趣的 我現在看 我手機APP 抹價都大 買入和買出 我覺得市偏正 其實都支持這世界 半身股 是啊 看到一隻半身股 看一隻中棉 一百八零 猜不到 升了上來 今天回到 你覺得 現水瓶狀 可不可以追進去 看看它 這隻不玩的 怎麼玩 如果兩隻選擇 你會選擇 剛才的雙材妝 如果兩隻選擇 當然選擇雙材妝 炒一炒那些 很明顯 妝都睡了 而且很大 很大 很大 都一萬幾 這些沒有東西看 說真的 好 看一隻三八零零 很久沒有觀眾朋友問 問協欣科技 現在呢 就是升6.7% 今天回升 不過 有個重蟹貨區 在三蚊樓下 很多散戶都坐著貨在三蚊 因為磨了一段時間 那些就是儲貨位 那像不像下山 圖表形態 三八零零 下山 下山 會再下山 我不知道它沒有貨 如果沒有貨 你想薄薄彈 這些位置都漂亮的 技術上 又是村底出洋竹 今天升多少 7% 最多看三元 三個二度 就是前阻力 但是這些沒有大幅 新能源炒完 香港 新能源最強在內地 當然 你香港也跟不上 是 這隻 只有這隻 其他都不太漂亮 好 觀眾朋友問 日圓跌到0.55 炒不炒得起 我呢 你去旅行呢 你就唱 拿港幣唱200元 如果你真的打算去日本 就是 逆後 打算去東京 去大阪 如果你投資 就不要賣日圓 我猜日圓 我講一下 0.53 最近 怎樣都下到0.53 弱得很厲害 日本的經濟 日本的紫水 它做到這麼低 它的出口都完全不行 它現在沒有做車工業 我也不知道它買什麼 我想說 是 鷹印便宜 是不是不應該 撈鷹 撈水果 是啊 真的 我前陣子去果欄買水果 這香印很便宜 不是 現在買靜岡蜜瓜 懂得吃一定 靜岡蜜瓜 兩塊水 真的 兩塊水和蜜瓜 你一定會覺得 哇 這麼怪兩塊水 我以前是買三塊幾歲 現在是半價 靜岡蜜瓜 平均30%的水果 所以就 勁數水果 勁數 水蜜桃 水蜜桃 然後 香印 然後 蜜瓜 相信我 靜岡蜜瓜 一踢爛網 根本回不了頭 靜岡蜜瓜 小弟推介 真的 所以不應該買鷹 不應該罵鷹 罵水果 是啊 我覺得0.53 可能再低一點 即 我也 六四 六三的時候 有賣一些日圓 其實 接著 去到六一 我都輸了 走走走走走走 但是 我真心覺得 沒有 沒有底的 日圓 日圓是沒有底的 就等於六九六九 斯摩爾一樣 我覺得 即是要用股份來做比喻 即是沒有底的 這些 但我也有買日圓的 我旅行都想著 是啊 好啊 做得好 五三千買 五三千買 為什麼這麼肯定 因為真的很弱 因為很弱 日圓是弱到 所有做外匯 昨天跟前輩去聊天 即外匯的前輩 為什麼聊天 因為過年 過年 中秋 中秋都要送月餅 給人 那便送 通常都會說 那他做大行 那他做大行的前輩 很顯赫 免得說他的名字 我小時候已經聽過他的名字 那他說 都 真的不要碰 他說 他說 穿五算都有機會 那我保守一點 拿個中位數 0.53 那 觀眾都說得對 最久的是什麼呢 這個PlayStation 又加四個水 車 PS5 沒辦法啊 日本 夠國的了 兩大產業 三大產業 AV PS5 和任天堂 不過也是 美金不停升 日圓都會什麼 你現在還沒有人買日本車 你知道嗎 是啊 真的沒有人買日本車 說真的 你現在那些 混能那些 Pierce那些 你都開成22萬多 你22萬多是什麼概念呢 大把東西買了 你現在的Tesla 一換一 Model 3那些 他都好像在說 32萬多 那大家買車都知道 你不會 一炮過你都是供的 每個月可能欠一千元 你怎樣都Tesla 雖然有些人對Tesla有成見 其實你的觀點就對了 就是回應比亞迪 是啊 八花齊放 其實就是 比亞迪 很難說 你想想 現在連Fiat都出了電能車 就是法國的車仔 Fiat 500都出了電能車 你想想 Fiat可以出 那跟他同廠Alphamobile 你又會出 所以 不要搞了 不要搞 買一下水果 那些人叫你 真的便宜 很便宜 確定數 好 今天講到這麼多 輕輕鬆鬆 有一個鐘 喜歡我們的平台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大家可以追蹤 Trey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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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香港人的 你那時候可以開AV嗎? 我沒有啊,A什麼V啊 我現在... 不行啊,我開起 我開起當然是開什麼 開什麼啊? 開...戰爭片 戰爭片 0.1戰的2.0 這樣才有錢的啊,開戰爭片 黑海行動啊 南海行動啊 那些 好啦,講了那麼多,不要說廢話了 大家炒股就贏多點錢 等我都買股票先,今天我想出手 好,謝謝ChayK